放棄逐科新贵百万年薪 去年当上了台铁驾驶员 这个行为听起来好像很疯狂 而且不仅如此 这个铁道迷还包下了退役的光华号火车 当作结婚旅车 把爱妻给取回家 也让古董级的光华号 成为名副其实的幸福列车 退役的北七亚光华号 这回不止重出江湖 还在车窗贴上了喜字 车厢系上红彩带 宛如结婚礼车一般 居然还真的有新娘被搀扶下月台 原来您真的没看错 这真的是百分之百的迎娶礼车 我没有办法给爱妻 我以为了美大哥的钻戒 我没有办法在爱美韩 甚至于酒店或六门楼 请办企业 可是我相信少少的钱 但加上我自己的辈子的用心 一定可以带给新娘 一辈子的开心和欢笑 真情告白献煞旁人 原来新郎是个铁道迷 两年前放弃逐科高薪 考上台铁司机员 原本担心五月二号这天 不但是好日子 还是五一廉价 迎娶新娘会被塞在国道 结果突发奇想 干脆包下古董籍的光华号 从新娘家内湾县荣华车站 出发到树林完成终身大事 原本以为是一句玩笑话 结果还真的搭上光华号 嫁入夫家 跟着火车上百位亲友 见证爱情成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美好记忆 有点TV旅小禅成军结黄银金 综合报道